稅費很難整的問題 其實我是認為 這個東西應該是在 我們都已經確定的大方向 真的要能夠隨後能夠功課之後 再來談我覺得就可以了 因為有些東西可能在法律 當年人家已經限定在那裡 除非它整個費 要不然其實我們有些動得了 有些就是動不了 所以那個問題盤點的問題 只有當我們已經確定大方向 整個制度設計的完了之後 我覺得再來談是就來得及了 那以目前這樣子來看的話 其實就我個人經驗裡面所知道 可能大家外頭比較不曉得 是其實當年高雄市很早 高雄市府就送過一個探稅自治條例到能源局去 後來是被駁回的 那高雄市真的走在時代先端 那但是這裡面的話 有一個將來在 目前我比較少在檯面上談的 其實今天一開始有被約略點到 就是到底地方自治的權限 可以在這個問題上面做多少 地方自治權限裡面 過去我們現在看到直接挑戰中央的 就是涉及那個 升雷跟石油膠的自治條例 雲丁的那個問題 那台中似乎也有想要跟上去 可是歷經目前這幾個失敗的案例來講 將來有多大的空間 是有可能在地方稅法通責的 允許空間之下 有地方再進一步操作的 這也是目前大家很陌生的領域 那我覺得在這一塊領域上面 我倒是一直在想 如果我們在中央推動的進程 不是那麼充足的情況之下 有沒有可能也在地方 有沒有可能地方在地方稅法通責 允許的框架之內 有一些可能性的空間可以創造出來 應該是也可以進一步討論的 不過我話說回來明白 我個人的潛見是一直認為 地方催法通責所允許地方開政的地方稅 其實比較接近功課 它是定時 那特定對象 然後有特定用法 所以如果回歸到法理上那樣 比較接近功課 所以某個角度來講 我是覺得這一塊 將來如果是站在NGO的立場 或是在民間推動的立場來講 如果在中央政府這邊立法 在中央立法上面 在進程 或者有一些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有可能也可以試著 大家去推推看 由地方來做一些 合法的自治權限範圍內 看有沒有可能推動的可能性 畢竟比起差不多約10年前 那個時候高雄 探稅的那個自治條例的時候 已經有相當的時間 觀念跟局勢也都有改變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應該 蠻值得嘗試的方向 而且說實在的話 有很多東西 不經過實驗實作 也很難知道行不行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 我想提供給大家 可以思考的方向 那我想總結一句話 我個人其實對於這個 能源稅本身 能夠在這個時代裡面 所帶來的東西 其實我是非常樂觀其誠的 雖然我不那麼強調 稅卷中立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其實 如果該加就加吧 因為最重要的是 我們在最後末端的使用者 不要把 不要成為壓垮駱駱 那一根稻草 其實一個中央政府 本身他的財政收集 本來就應該有檢討的空間 那道語夠語 不過當然就不是我們這種 非念財稅財政的咖可以評論 那我想 那最後因此 就是兩件可能就是 很期待大家 能夠丟給我們這些法律人 就是 我們剛才說講稅基 到底這個稅要怎麼設計 那然後一定要敲清楚 這個到底是要稅還是功課 那我們就比較好收尾 然後我們最後 可以幫他做做Decoration 好 我們也謝謝蔡教授 好 那接下來我們 臺灣大清林子倫教授 林教授是台大政治系的教授 然後也是 臺灣環境保護聯盟的學術委員 那我們等一下林教授講完以後 我們有大家的Q&A的這個時間 大家那時候可以一起來討論 請 主席 再度各位前進 抱歉剛剛那個PDA的問題 我想剛剛前面已經報告很多 其實蠻多重複的 我想我就很快的針對 有一些補充意見 在這邊說一些分享 那我覺得在探稅 其實在臺灣 其實幾位先都提到 在臺灣在差不多快十年的歷史 那其實這個國際局勢其實變化蠻大 那我覺得可能把它放到一個 可能更大的一個 全球脈絡來思考這個議題 因為在當時其實 就是在最近的這樣談的是 我們是用碳價格 一個carbon pricing 這樣一個所謂碳定價 或是put the price of carbon 就是我們一定要對碳的一個價格 像全球已經進入這樣一個脈絡來思考 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在看能源稅或碳稅 這個議題可能要放到今天剛剛通過的 巴黎這樣的一個新的 我們國際的一個形式 然後簡單把巴黎這邊我自己整理了 大家有幾個看到了 可能對全球接下來的一個重要的討論 第一個是就是所謂碳定價這個部分 那當然你可以用 我不知道什麼翻譯 但是大家一般都換成碳定價 或是比較可以了解 就是碳有價化 換句話說這個碳是有價格的 再接下來我想剛剛在談的事情 大家很多基本上都回到在這裡 那全球從去年開始 基本上對這件事情 越來越多的共識 那如果臺灣今天在這個時期 就是剛剛提到 其實十年前大家就已經有 非常多的各類版本開始 今天這個趨勢也更明顯 雖然在巴黎協定裡面沒有談 但是很明顯的 當時是為了趕快通過一個協定 那工業秘書長已經提到 在接下來幾年 這個事情已經大勢所去 第二個我想 能源轉型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趨勢 在從去年來開始標示 這樣的一個新的一個大的趨勢 而事實上我們很多的 它的減量可能必須從能源轉型來著手 那這次的能源轉型的討論 大家都已經發現 它已經不再是過去所謂 30%的再生能源 50%的再生能源 現在大家喊的是 百分之百的再生能源 那這個東西過去 大家覺得不太可能 可是在最近已經越來越可能 最近大家已經看到好幾個數據 包含德國那個瞬間電力的 再生能源百分之九十七 還有英國好像有五六天 是沒有煤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 我們離那個所謂百分之百再生能源 已經越來不適 那種天方夜潭 看起來是一個 越來越有可能 進來的一個可能性 第三個我覺得是一個 城市地方政府 就剛剛其實 呃代老師這邊也提到 就是地方政府在那邊 扮演的一些角色 其實在這邊也 一個重要的肯認 所以最近看 我們看到一個過去 在幾年裡面 中央地方在 深入面或對 這些這些條例的爭議 我覺得在最近 或許也應該有一個化解 全球在公約上 已經對地方政府的角色 也非常重要的確認 另外我覺得要提出來 是剛剛在提到 其實幾位前進都有提到 就是 我們是不是要再 繼續補貼那個 那個污染產業 那其實全球的 其實是很明顯 如果我們在這時候 我們要收碳稅 然後再 不管用碳稅或能源稅的 這樣一個形式 然後另外一手 又再繼續補貼 這些化塩藥補貼 這其實是非常矛盾的行為 所以台灣其實真的 必須開始從正式 這個部分 政府在 目前對台灣的化塩藥補貼 這一地區 並不清楚 其實到目前為止 台灣還沒有很精準的數 那IMF是公布過 其實在台灣的電價補貼 其實亞洲大概是前三名 所以我們大概 有大概這樣一個 電價補貼的部分 但是化塩藥補貼 這數字其實很龐大 所以這也是一個 我們非常重要的方針來 我覺得另外一個是 在談所謂 這個氣候議題等等 我們其實是跟 發展的議題是連結的 換句話說 我們現在在談這個能源稅等等 我們等一下 可能在最後結論的題 我們必須考量 這個在這一次裡面 談到2030年 其實去年 九月也發佈了 這樣的一個永續發展的 災藥 議程 然後把原住民 婦女 青年 世代公平 這些各類的議題放進來 我想這是一個大的趨勢 如果我們放在這裡 來思考能源稅 可能 可能可以讓 有些品權 可以放到一個更大的一個脈絡 下一個 那我想綠色稅子 剛剛幾位先進 很多專家談過去了 我想這有很多很多 很好的 這個優點 下一個 那基本上其實有 守者付費 多重紅利 能源安全 氣候安全 放到今天的脈絡下 下一張 那這邊其實 我想我就跳過去 再跳過去 那其實世界各國 談綠色稅子很早 當然大家都知道 北歐是最多的 他們很早有生態稅 包括水啊 能源各類的議題都有 那其實 大家等一下 我看到了一張數據 最早弄碳稅是 北歐錢稅成功 現在是屬於瑞典 這次在大會上 他已經提到 他們今年 那個碳稅已經到 150歐元一噸 這大概是全球最高 那他們其實還是 可以達到那樣子 相當的經濟成長 下一張 那這邊 我們在 看到國外的 其實有一些不同的形式 他有一些是 能源稅之外 再加燃料稅 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跳過去 對 可以提供大家參考 那有一些是 在能源稅之外 再增加碳稅 所以有其他 不同的這些形式的組合 這可能在 思考那些內容方案上 可以做一些討論 這張是在之前 我們可以看到 很多人在談 我們在談經濟成長 是我們能源 一定繼續上升 然後二氧化碳排放 那是不是增加 這張其實十年前 我一直放這樣 十年前 因為我們台灣是回到2005年 所以我一直放這樣 2005年的 就是按照之前 馬遷中 他之前的那個 他是回到2005年 歐洲大部分的國家 其實包含英國 德國 瑞典 他們在十年前 他們就已經 在這十五年其實 溫習一直減量 而且他們的經濟成長 所以在十年前 他已經達到這筒 DECOVER 所以我們還是覺得說 這件事好像不可能發生 這些國家 十年前就告訴我們 他們已經 早就發生了 就包含英國 德國這些 瑞典 等一下你可以看到瑞典 其實他在這裡是 減7.3 英國是14年 然後德國是18.4 換句話 在十年前 這些國家已經 已經早就做到 經濟成長 跟他們的溫習氣排放 是脫鉤的 所以我們今天還在 把這些兩件事情 覺得他好像一定要 綁在一起 我覺得很多的觀念 跟過去政府的論述 其實真的應該 也要脫鉤了 好 下一張 那這個是瑞典的 就是他做碳稅 最成功的 那我把這張挑出來 他們在1990年 就開始 全球第一個 的偵探 所以他們到現在 150歐元 很驚人 一頓 那他們是怎樣 這次他們的部長 在現場也被詢問 他們是覺得說 因為這樣的外部成本 讓他們的企業 有創新的誘因 有創新的誘因 所以因為很多亞洲國家 會認為說 政府會覺得 希望用保護的方式 但他認為 透過這樣的外部壓力 給他創新 所以事實上 各位看到他們的GDP 跟分析機制 是脫鉤的 這個非常非常清楚的 一個數據 下一張 全球開始在談 這個碳定價 但今天等一下 剛剛前面有談到 是到底要用 所謂碳排放交易 還是碳稅 我覺得這 討論蠻多的 等一下最後一次要看到 我覺得現在碰到的 一個問題是 我們溫管法已經簽通過了 而且他又以 這個碳排放交易會 作為他裡面 非常核心的 我們是比較憂心的 其實我非常從一剛才 提到 我們是認為應該 碳稅先期 或是能源稅先期 然後再來做 因為基本上在很多學理上 碳排放交易 基本上是一個補充性質的 其實以現在加州的 的這種 他們現在 來施行的碳排放交易 大概贊成他們的減量效果 也只有15% 所以 這是在去年 他們加州 談報局公布的數值 所以台灣 如果現在 如果台灣的環保單位 還過度的強調 碳排放交易 我覺得是有點過頭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 做一種能源稅 從這張圖 你可以看到 他們國家其實這種能源稅 所以這樣的一個方式 還是占多數 但是兩個一起用的 其實也越來越多 兩個一起搭配 其實之前 澳洲沒有成功的 也是兩個一起搭配的 一個方案 下一張 那大家很熟悉這個 因為我們沒辦法玩這個 圖形 應該我們大家現在知道 過去大家談前 檢查司法 現在大概是正能水條例 那我們的溫柔建法 朝案也通過 但現在我們大概 還插這隻腳 但是其實現在看起來 因為它立法時程不同 然後到時候面對的情況不同 或許我們真的 是不是應該要整個盤點 這也是 剛剛除了在稅機上盤點之外 我們在政策工具上也要盤點 到底我們做這麼大的電視 知道能源還是節能 還是氣候變錢 我覺得這可能 需要再思考 或許 政策當然這也蠻大的 但是我們對能源稅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支持 好 下一張 那這邊其實 有盤點了一些 剛剛其實 教授老師有提到 像空污法或土法 其實他們有一些 在瘦的稅機裡面 就有跟這個污染類似的 所以這裡面 當然這技術上 如果大家 就剛剛提到 如果剛剛我們願意做的話 這些都可以怎麼樣 來一起盤點 所以事實上我們其實 有一些能源相關的 這些稅費 已經有了 好 下一張 至少有七八個 下一張 那這張其實大家 其實我在長期 在觀察那個民調 其實非常有趣 像剛剛陳委員 陳委員在 最早那個版本 我記得那天出來 那個版本的時候 下午的聯合報民調 有將近五成的民眾 是支持的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 就很壓抑 既然這個加稅法案 民眾會支持 所以當時去年 中國時報在五月的民調 其實各位可以看到 知不支持這個 這個 第一個是 那個就是泰稅 其實有五成 還是五成 換句話說 跟十年前差不多 那第二個是不是 用減碳跟廢衡 其實不占成 用這個 核能來做的減碳 那另外一個是 漲價再生能源取代 核能 這個八成 這個蠻高比例的 那最後是不是繼續對工業 工業繼續補貼 這六成 換句話說其實在 從民調長期觀察來看 民眾會的能源 隨時支持 可是政府其實在這邊 其實是針對相對比較慢 下一張 那這張就是兩年前 我那個 簡報剪下來的 可是我看不懂 他寫 課證能源稅的四部原則 他寫 不會在經濟低迷時實施 不會在物價高漲時實施 那實施幅度不大 然後經濟成長率沒有達到兩季 達到三點五十不推能源稅 這是前面 兩年前的新聞報導 所以他不在低迷時 也不在物價高漲 那我就不知道他在什麼時候 會實施 所以這個時間 這好像是當時的報紙上 登出來 所以就看不清楚 但還有沒有兩季達到三點五十 那現在我覺得我們真的 剛剛前面提到的實施實機 這可能要 然後要來討論 下一張 那當然最後我就提到 因為時間的關係 有幾個我覺得 剛剛前面姐姐你也提到 我們是不是當然現在看起來 是要一個新的稅法 那對至少七八種這種相關稅法 是要合併 還是從不喝水的問題 剛剛提到的 另外是價格的規劃 當然 課徵的對象 其實這有消費者生產值 還有很多 其實之前有很多國外 在做Coventex不同的課徵對象 稅基稅率 這是最困難的 這怎麼有一個最適的稅率 主管機關這邊也談到 當然 目前來看是財政部 但我記得經濟會那時候 財政部看起來 經濟部剛剛都同意 後來就翻臉 後來會議結束後就 就又推翻了 所以到底怎麼樣處理 當然目前來看起來 是財政部 但是大家也知道 財政部它是 統之統用的 所以它收穫區 是不是會 按照剛剛提的 蠻多蠻好的構想 其實這是還要討論的 另外我覺得是 法規淨和的問題 剛剛提到 現在溫完法它的探教 已經通過了 我們現在如果要減碳 或是其他的這些 政府中華政策目的 怎麼跟它做 比較好的搭配 當然我們現在知道 它信息者 可能也要慢慢帶出來 但這兩個 因為我覺得在國外 這兩個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功能 我覺得我們必須可能更細緻的 來談 另外我覺得剛剛提到的 一手在走水 一手就在補貼 我覺得我們真的要嚴格面對 嚴肅面對這個 化石燃料補貼的改革 或移除 現在歐盟其實大部分很多國家 都差不多在2020年前 會移除他們的很多 化石燃料補貼 這非常重要的議題 就是它也有多重紅利的 財政的誘因 還經濟的因素等等 連燒鴨 在今年年初 它都移除了他們的補貼 所以各位看到他們 油價上漲了六七成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很多其實 產油國都已經在移除 他們自己對國內的補貼 另外剛剛提到 就是考量能源貧窮的問題 因為如果你透過 能源稅值 來處理 其實對很多弱勢或低收 那可能你是一律徵收 那對於這些 所以我們現在談 Energy Poverty這樣的問題 我覺得可能 必須要納進來這些公民的問題 那當然我覺得 大家都很重視的 資訊開放跟公民差異 過去我相信 很多類似的方案和討論 其實是 我們是沒有辦法做 比較好的討論 但這幾年我相信 最近的新的國會 已經對這個部分 有更好的討論 但是我們也希望 在這個立法裡面 或立法的過程裡面 能對資訊開放公民差異 甚至NGO裡面 可以來鑑督剛剛提到的這些 其實不管它是分配討論等等 我想都是在這裡 整個立法過程討論 跟實質內容規範的 重要的幾個面向 以上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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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整個 各個面向這樣聽下來 我覺得 有一些 有一些還蠻驚訝的 比方說 碳稅的稅機居然是零 那有一些又有些期待 如果說 整個大環境 對這個 每個年稅法 或者說 所謂的這個 四個法律 應該怎麼樣去推動 那 又應該怎麼樣去盤點 不過 也許在 應該要跨部會的 或者說 跨委員會的 因為這裡面 有非常多 有經濟委員會 未來委員會 財政委員會 不同的地方 可能都應該要來 一起來談 好 那我們接下來的時間 大概還有二十幾分鐘 我們就開放 剛剛我們整個接下來 有一些什麼樣的建議 因為剛才有一些 是大家搞議題拋出來 所以我們今天看看 有沒有一些 我們針對 未來我們可以怎麼做 提出一些具體的建議 我們就先開放 有沒有要提問 都沒有嗎 好 先介紹一下自己 然後就可以 麻煩再來三分鐘 喂 欸 主席 各位 來自於跟環保聯盟的一些前輩 那還有 還有關於我們今天很有幸來參與 聽這一個人員稅的一個發言 那 但我在聽整個發言的流程當中呢 我有聽到有關於說 我們的能源稅 這個稅是 它是一個混合 就混進我們的國庫來供 我們這個國家的一些財政邊業預算 那在我個人是 在在生能源 就是太陽能光電的這一環裡面的一個系統商 那 我們對於這個 節能減碳這一環呢 我們也是 不予餘利的參與 還有如何去 執行面 我們在執行面 整個執行面呢 我們都是 一直希望能夠 為我們的國家 也為我們這個地球 帶來一個很好的一個 節能減碳的一個 一個行為 那當然 我們如果說 能夠有裝設 這個太陽能 這個再生能源呢 它就 就如同我們 多種植栽的 將近兩瓶 將近是植栽的 50棵的樹 那 這一些都是 可以換算它的 減碳的比例原則 那 但是我們在探討這個 能源稅當中 剛才一方面的提議是說 再能源稅 我們是希望它能歸納於 歸納於 對國家的 育額 就是 教育方面 能夠增加 增加我們這種 額外的一些 補貼的方向 但我認為說 在 節能減碳這一環裡面 是不是 也應該 要把它的 這個 執行的 方法 執行的 的運用 到 所謂的比較專 專業 專屬領域裡面去 而不是應該去說 補貼我們的 我們的 其他 比如說 老人 什麼那個 老人的一些 長照的 長照法這些 這些事情 全部都把它拿進來 就用能源稅這麼一個 一個 原油的一個 一個 budget 就將這個 得到的這一筆 資金 卻不是 專屬 專款 用在我們的所謂的 專業領域裡面 去為我們做 真正的節能減碳的 一個 一個推動 在我們做 再生能源 太陽能 這一個方面呢 你知道 我們的能源局 一直用一直 很迅速很快速的 一個 一個 本售價錢 從 97年 再生能源法 全數黨團 通過之後 當時的收購價 一度電收購 13塊 12塊 11塊 10塊 8塊 7塊 6塊 一直下來 現在已經到 剩下6塊錢 你們知道嗎 有多少的 真正願意 願意出資的 業者 就是我們所謂的 民間業者 他們對這樣的一個 鈍售價錢 跟投資報酬率 他們必須要花一筆錢 去 開始去建造一個 一個 光電的一個 一個 轉換的一個 工具 那他現在要拿錢出來 然後 他才得到 慢慢經過多少年的回收 那是因為什麼 因為我們國家的政策 國家的鈍售價錢 壓得實在太低 太快 但是我們今天既然能夠 有這樣的機會去 去取得 取得所有全國百姓的 一個能源的一個稅法 經過立法通過了之後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資源 為什麼不把它好好的運用在 真正推廣在 節能減碳的這一個領域呢 為什麼要把它過去做長照法 為什麼要把它過去做什麼 育兒養育兒什麼 什麼補息什麼那些 我在想這是必須要被深思的 好 謝謝 那我的發言到這裡 謝謝 謝謝太陽光電系統工會的代表 因為 這個也提醒我們 就是說如果 要課證能源稅 因為它主要是 也是解決 這個能源啊 空污啊 或者是像 核能啊 對這個社會的風景 那種污染 那它就應該去解決 應該去做為這個能源轉型 更實質的問題 也不是 因為讓我想到 有一些縣市政府 課登的空污費 可是拿來補助什麼 唱歌跳舞啊 或辦活動啊 其實就不是符合原來的 徵收這個空污原來的 這個初衷 這個也是提醒我們 就是未來 在徵收這個時候 應該是更針對 比方說 再生能源啊 節能啊 相關的設施的運動 好 好 先介紹一下自己 然後麻煩三分總結 你好 好我們這邊是 高麗依法產業發展協會 我們是蔡東神研究員 好 那今天很高興來聽到 就是這樣一個很完整的 有關的能源稅法 一個討論 那我這邊覺得說 剛剛幾位老師的一個分享 其實把為什麼 我們要特徵能源稅 還有能源稅的伴頭跟定義 還有就是不然之實際 或等等 其實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我覺得大家都有一個共識 但是對於能源稅的用途 確實好像比較分歧 包含 劉老師有說過 稅數要呼籍南北平衡的一個差距 那高老師剛才也提到說 也許是可以補助一些 譬如說綠建築或是家電等等 那也有提到就是社會階級 或社會福利甚至是健保 對 這其實各自各方面都有 那我覺得包山包海 那我在思考就是說 因為過去也是念經濟出身的 那就成本效益分析 或社會成本效益分析再來思考 當然就會有幾個紅利 包含外物成本納物等等 這其實是一個社會性的一個 社會效益分析指標沒錯 那還有另外一個 我覺得更高層就是思考 說為什麼要課生能源稅的意涵 其實說除了讓應該付出 社會成本的這些人去負擔 他應該的社會責任以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他整個過程應該是要 浮到我們國家做一個能源轉型的一個任務 所以他其實是有一個政治意涵在裡面 而不是只有單純的經濟成立這個範圍 所以照這樣的方式來思考 就是說我覺得指定用途 這一點可能是必要的 因為如果只是單純的從稅收 讓大家去這個負擔 他應該有成本 跟我把稅收拿出來的這些費用 再去做能源轉型的這個工作 一定是後者會更有力到 除非我一開始就把能源稅的那個 等於說他的成本定得非常非常高 或者我一定是這兩個同事下去 一定是轉型是最快的 所以我覺得指定用途一定是很重要 所以這就示範到說 到底我的指定用途到底是什麼 可能是跟能源轉型相關的 我覺得會是比較正確的一個方向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意見 那另外一個部分當然就是說 因為聽到說保險啊 就是健保這個部分 那我也覺得是非常 因為我們是很關心場造議題 當然感覺好像能夠一起依注來健保 好像也還真的是不錯 可是我覺得也是思考一下 就是說剛剛提的這個理由 所以我覺得能源轉型 這可能是一個在能源稅的用途上面 你思考的一個理由 謝謝 我們今天在這裏 因為剛才有兩個都提到 那個就是能源稅課徵的這個用途的部分 有沒有拿回老師也想要 可以 陳,陳,你跟我聊聊 總結我是能源NA 有可能 我是陳,陳,我個人建設 主要就是 lengánd 那個法力的教授講 你的立法意啊 你今天特定學的目的 跟它的意義是什麼 你前面講清楚後面就是會說明白 你前面沒有那個目的 那當然就沒有那個用途 所以在立法的第一條通常都會有個總則 裡面談到為什麼要是開源還是截流還是公平正義 你都講清楚了 如果他媽媽全部都講了 那你就全部都可以用 不過我剛還是蠻佩服法律學者的觀點 就是說這東西透過法律究竟是公科還是稅 這東西需要盤點也需要先講清楚 要不然到後來怎麼講 你想要有特定的用途 可是透過稅你又沒辦法 因為畢竟跑到財政部去 他就是個大水庫啦 那你這個水庫的水要往哪邊流 水往地處流去看那個部長他怎麼用 所以很困難嘛 那你今天一定要指定他的用途 那是不是就不能用能源稅備的公科了 或者說我們現在的那個溫氏氣息減量跟管理法 他有同樣的效果 但是我不知道那個溫減法裡面 他的那個將來政府合配這個或者說拍賣這個碳權的時候 他的收入要怎麼用嘛 因為那個碳拍賣也是不得了的收入啊 跟就是說跟能源稅是差不多同樣額度的 也是上千億之資啊 那到時候 那透過他那種方式是不是更有彈性 那那個到底我不知道法律上有沒有規範他說那個 政府合配碳的收入算費還是稅還是還是怎麼樣 那政府的那一部分的資金基金要怎麼樣用 溫減法裡面我相信也沒有規範 這是我的一個看法 我是簡單的回復一下啦 就是說如果大家都很傾向於 傾向於把那個 因為能源稅所收到的這些費用 轉用的特定用途上 基本上在法理上就只能是功課 他只能是功課 那他有一個潛在問題可以去思考啦 就是說第一個 那個我覺得各位老師一開始在構想這個能源稅 為什麼去提到 例如說各種健保長照這些東西 其實他是把一個利基因素讓他感覺良好一點 因為畢竟是加開的新的東西 如果沒有一個reward回來 那個感覺其實蠻惡劣 你會覺得又被多摸一層皮那種感覺 是把那個機盤做大 和接收性做大的一個觀念 因為反正沒有用的到 第二個問題其實我覺得可以考量是 你收進來的 收進來究竟收多少 如果就像剛才評估的 如果說今天能源稅收進來 其實是一個非常驚人的稅額 稅量每年滾進國庫的量那麼大 其實其實他確實很可能會比起你 因為其實能源轉型不是說政府做硬體 就真的會轉 他其實一個是一個很巨大的社會工程 所以他是一個慢慢進行 他就可以用來可能光支持業界 都還會剩很多 所以這些錢如果不滾進國庫 就會變得非常怪 你當你變成基金的時候 那個基金變成超級基金 然後那個超級基金的運用到時候 你會變成有一大把閒錢在那個地方 然後越滾越大 以後早晚有人想吃他 然後你卻用不到正規國家想用的部分 所以我會這樣講啊 其實因為這邊我實在不是稅設計的專家 然後講說因為我們做末端的人來看的話就是一個 這是像平衡感的遊戲啊 因為你不是光考慮說這個稅我一開始打算跟誰收 用回誰身上而已 他可能甚至還要看到這個稅會收到多少 因為如果稅收少少 那我很可能真的盡量都丟到基金裡 我甚至還要從國庫裡面 每年挖一定比例進來 挨注我的基金 反之如果說我這一口氣可以收的超級超級大的時候 那你都放在基金其實很可能會變成一個 變成無用化的那個政府資產 所以這個部分我是覺得這個我只能留給真正的專家 去設計這一塊 然後大體上會這樣回答 我覺得這是完全可以了解 就是說大家希望這種東西 溢足在再生能源的發展 跟那個能源產業上 這個是正常也是應該的啦 但是這個東西 目前如果假設評估一年 如果能源稅 將來有可能到一年 可以到3000億的收入的時候 其實如果放在基金 確實是管理啊 跟它的使用上面的效率 可能就有討論的空間 那至於剛才像溫檢法 提到王老師提到溫檢法的問題 然後大體上溫檢法 他們走路子其實還是都是走基金的路子 所以他將來如果他在分配 配受那個 配受他額度的時候 因此所能夠達到的錢 基本上都是會滾回自己家 不會滾進國庫裡 嘿嘿 所以那這一塊來講 這一塊來講 會是我們外面比較難touch得到的部分 那但是有時候這我話不能講死 因為溫檢法其實 是在我大概沒跟他們團隊合作之後 他通過他當時有沒有什麼 因為當時其實有一個專門的工作辦公室 是在那個能源局樓下二樓那邊的 那邊他們另外有一個辦公室在討論的那個草案 當時最後反省是沒有見到 事後因為已經越來越遠離能源這一塊啊 其實沒有特別去關心過 但是以目前政府在設計功課的情況 大體上是兩種做法 一種就是 一種就是剛才講 我如果預估這個功課本身收入會足夠的話 我可能不會在另外設計 每年從政府預算挖多少億柱 而是光靠這個 那他的做法就會是我這個功課本身就是 簡單講叫自力自強 我自己賺要養活是有點像是各大學裡面養的那種重心一樣 你要自己去接案子賺錢 那另外有一種就是賠錢功課 賠錢功課那一種我給他取的外號 不是真的叫賠錢功課啊 就是他他其實很難完全自力自強 自己站不起來 他每年因此還要從國庫的稅收裡面 抽一部分來挹注 那台灣嚴格來講這部分有些混亂 因為像我在地震器在教地震器本身這方面就特別亂 因為他還把功課去混歸費 所以他非常非常奇怪 那個 但是我想這幾年啊 以我所莫知道的情況 因為法務部比較有在盯 其實比較少在出現那種幾十年前那種 可以功課跟歸費混為一談的情況 但這幾年已經很少見 所以應該他的設計模式應該會維持在 早年我看到版本的功課模式在對 謝謝 謝謝 我們在最後一頓 先聲韓然後再電話 就是我覺得我比較想要從 如果從比較政治的層面來看的話 我們其實都知道現在新政府 對於特能源稅這件事情 興趣確決 不願意做很具體的承諾 相比於其他能源相關的政策的做法裡面 對於科能源稅的其實興趣確確 那當然我覺得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因為確實整個社會對於科稅這件事情或加稅這件事情其實是有一個比較負面的印象的 所以確實我們覺得如果要大幅的 就是說接下來比較大的來推動能源稅的話 恐怕要希望可以很強調包括像租稅 就是稅收重利的這個原則 那如果再強調稅收重利的這個原則 你說這樣各方面的所得稅或印所稅的這個部分拉進去的話 說實話我覺得對於能源稅課了以後怎麼使用 特別要幫他補貼產業 就是說我覺得這部分 如果能源稅其實科了以後 如果按照其實歐洲可能有些地方的稅額 你可能燃煤一度電可能都會四塊多以上 其實這部分已經是對於再生能源產業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幫助了 就是在這個價格的競爭力上面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所以像我們現在看到其實來之前我們其實也比較仔細的看 像肖黛基老師他之前其實也提出了幾個版本 肖黛基老師是大概他會講的非常非常白的 他是講的非常白的時候他絕對反對這個能源稅以後再去補貼再生能源產業 他是講的非常非常清楚甚至是他的前提 就是他覺得這件事情絕對不行的這樣子 那我就從這個角度來看就是說能源稅的稅收本身 他其實原本就已經有把這個調整各類型用電的這個成本結構上面其實一個效果 那他其實對於再生能源產業其實也有這樣的部分 再來是如果我們要強調他的稅收中立的原則 我確實也覺得恐怕只有在不斷的去強調他的稅收中立的原則 甚至他有社會重分配的性質 比較有可能在當前的社會氛圍裡面有一些突破跟過關 我覺得這是這裡面其實我覺得會在策略上面恐怕部分這樣 但是至於他的稅比要怎麼定 他割稅的不同的能源商品的稅目要怎麼樣 我覺得都可以再討論 可是我覺得有幾個大的部分 在當前的氛圍下面恐怕你不做這個事情 我真的覺得很難想像能源稅有可能在現在的這個氛圍裡面被通過的可能性 這個稅收中立的原則是勢必應該要盡量的把握的部分 我是台灣大學生理和環境及資源系的老師 我過去也在中華經濟研究院服務也是做能源 另外我也是沒有環環聯盟的學委 我在這裡只是要補充一下 我們在這裡講課能源稅 但我們從歷史來看 過去的政府沒有課過能源稅 我這樣講它其實是帶度 我讓各位我們過去有一個叫做醃酒公賣區 那其實它就課醃酒水 只是它用公賣的利益把它包裝起來 它沒有課醃酒水 那是公賣的利益 同樣的道理 我們過去的政府 國民黨的政府 因為我們的電力跟油 油當然最近幾年開放 但一般就是電力或是油在過去 它其實都是獨佔的 它就跟公賣局一樣 我就賣一個比較貴的價錢 那我就把這些所謂的 類似公賣利益的東西就是稅 那所以我在這裡講說 它過去其實是有課 但最近幾年可能 這個課不到 或者是它某種它限制不能課 那比方說它想要獲得更多的選票 或什麼之類的 它價錢就漲不起來了 那所以我會講說 我們其實過去有隱藏式的 課過這些稅 用這類似公賣利益 這樣的一個方式 把它包裝起來 那從這個角度來講 這個其實課能源稅 大概剛剛講說 它主要幾個就是 它可能節約能源 或者是說 減少環境汙染 這是課稅 課證能源稅的理由 那也會創造出來的一個效益 就是包括能源轉型 或者促進這些新的一些技術之外 但我這裡講說 結合剛剛講說 台灣的一個特別的狀況是說 我們如果把這能源 是弄得好 它其實為未來 可能能源部門來自由化 這大概將來的趨勢 它做一個鋪路 這一點大概是 剛剛的先進領 大概比較少討論 其實我們如果課一個 我設計好一個這樣能源稅 也會就是正本青年 就不要按照過世的方式 就是說 你跟老百姓去課一個稅 但是沒有去 它包裝在這個 包裝在它的定價裡面 就是這些油啊 或是電的定價裡面 這些都國營事業 但是最近除了說這個台電之外 不 抱歉 台塑的這個油之外 所以這個可能正本青年 這個能源稅之後 會讓將來 可能有不同的 或是國營的這些 這些能源的 進來的時候 它會有比較好的一個基礎 所以這個我想提出來 就叫做 謝謝 謝謝 劉老師 我是台灣環保聯盟 有了不見 也是很感謝今天 有幾位先進強者 個人一點錢見 第一個 這個碳稅呢 我看現在是 國際似乎 越來對碳的排放 越重視 那碳稅當然有 國際的各種客望 不過看起來 排碳是有價的 看起來這已經逐漸會 進入到國際上 一種貿易或是各種 經濟體系 所以可能這個問題 要很嚴肅的去掌握 所以有些因子 包括什麼 鋼鐵工業總會 他們也在促進溫管法 去年 溫管法通過 其實他們也在促進這個推動 可能他們也是敢於這種 碳的油價 排碳的油價 第二點 既然溫管法已經通過 那它要真正要進入 如果說台灣 自己要做一個系統 自己來試用 我們要盤點 我們要合配 我們要配色跟交易 其實我個人是覺得有這樣的 順利能夠運作吧 我們現在空氣污染防治法 已經在高雄要做空污排放的總量 那它也有一個合配跟交易制度 現在已經在推動了 那麼我不知道 嚴肅來講這個制度 就是空污總量管制 能不能就這樣來做合配 交易 真的也是一個事情 那我是有點擔心這裡面的困難 包括一開始的合配量 一開始的合配量 所以說排放越多污染的 它合配的反而更多 那現在這個要怎麼做 我現在也不知道 我還不知道 從空污法 那現在要溫管法 溫管法 也更不知道 第三點 如果現在政府對能源有多量的補貼 是不是我們可以先把政策上 這樣的補貼能不能逐漸的取消 剛剛講的你要課稅跟取消補貼 事實上也接近是同一種行為的效果 所以這種補貼的取消降低途年的 其實我們的補貼不只是實化能源 我看包括電子業那些機體 我們電子業的發展政府有非常大的補貼 如果以財務觀點來講補貼的逐漸減少 甚至就是沒有 這個跟剛剛講的我們要課能源稅 等等在財稅上也是一個同樣的效果 最後是說如果真的要能源稅 我覺得一樣的稅機跟稅力可能又變得很關鍵 很關鍵它怎麼樣的設計 可能還有很多細節可以很好論 多考慮 謝謝 請參考 不好意思間斷一分鐘 我是台大社科院風險政策中心聯盟 今天非常感佩主辦單位就是犯了這個重要的議題的探討 因為我記得之前追納在政人員推動聯盟 辦相關在政人員發展的這個參加的會議的人數 大概都是最近幾場都是可能有白人 但是這一場特別少 我要講的就是說的確成都剛才那個聖誕所講的 社會對於這個能源稅法的關注比較少 然後是這樣 我們中心其實最近其實有在做電業法修法的相關的社會研究 那我們有比較了行政院版的版本跟民進黨的版本 對 那民進黨的版本有稍微進步一點 譬如大家可能會考量到一些環境保護相關的 但是其實兩個版本比較注重都是比較是供應穩定這個上面 那另外當然也有探討就是說 譬如電業組織的這個整個分割 而強制分割 但是有一個重點是比較少討論到就是說 是不是這個能源稅法要在電業法之前先施行 為什麼這樣講呢 我的意思是說你要促進公平競爭 你在整個立足點上是不一樣 譬如電價的這個 我們現在的地點價其實是不利於整個這個財政能源發展的 那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的社會論述比較主重在這個整個電業法的修法上面 對 當然這個促進 對 因為這對整個財業發展是正面的 但是誠如剛才那個綠盟所講的 就是說加稅現在是一個 好像是一個禁卵或是禁機大家就敢談 那我的意思是說怎樣把這個能源稅法的這個論述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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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有關剛剛所謂的這個稅收中立的事情 我想回到2010年那時習政業有個復稅改革委員會 那時他就有建議哪些稅要減哪些稅要增 結果後來發展的情況呢 所有要減的全部減的 要增一個都沒有增 還有沒有他減的他也減 比如說遺產稅 所以造成目前的這個財政很大的失衡 所以那次復稅改革是改革的非常非常失敗 也造成現在這個困難 所以能確坦白講是彌補上次的錯誤 還沒補上去 甚至能補上去的錯誤 所以這個稅收中立來看 應該是把那個回到2011年那種狀態 既然有減嗎 就應該要這樣才能平衡才達到稅收中立的 大概補上這一點 謝謝 謝謝 我來補充一下 這個 剛剛提到說 能源稅 它的用途 怎麼樣怎麼樣這樣 我想 如果是用稅的話 我想都是財政部拿去統籌運用的 可能這個條例裡面很難去規定它的用途 除非是廢 規廢 比如說空污廢 土污廢這些 可以去規定它的用途這樣 不然的話可能就是 就是 作為國家的這個 稅收的來源 然後統籌去運用 那至於有沒有相關的這個基金 事實上目前是有石油基金 還有再生能源發展基金 這些可以用來做節能減碳 和這個 再生能源的這個推廣 那這個 能源稅的力法 或者是碳稅的這個力法 哪一個比較重要 我想這個 按照目前來看 我們 溫檢法裡面 有提到說 要 依二氧化碳當量 推動進口 化石燃料之 稅費機制 有提到這一點 按能源稅好像沒有其他的 法律去提到能源稅 對不對 所以 按照目前的 情況來看 好像 因為有溫檢法的這個存在 他提到的這個 稅費的這個機制的這個建立 所以可能 碳稅的建立可能 變成要比較 早一點來處理吧 這個或許大家也可以考慮看看 這樣做跟能源稅之間 立法上面要怎麼樣 互相來配合 當然 這個 剛剛 林教授也提到了 國外 好像 有的國家是這兩個稅 都一起在弄 那 這個 但是 有的人也考慮說 這兩個會不會有 衝突 從無課稅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 我們 可以進一步 再來好好討論一下 謝謝 這個議題真的是 很需要 就是不管是跨部會 或者是跨委員會的討論 也跟大家預告一下 在立法院裡面 即將於6月3號成立一個 跨黨派的這個永續會 那那個 陳委員可能知道以前 其實 除了這個行政院 有區會以外 那立法院裡面也 針對這個氣候變遷 那永續的這個議題啊 曾經有過永續會 可是可能一段時間 就停滯了 那6月3號 有 現在是由 陳曼利委員 跟艾瑞委員 在共同召起 召起去成立一個這個 會 這是一個成立大會 那也歡迎大家 關心這個 我們的能源 關心戰術能源的 夥伴們 有 有興趣 可以參加這個 6月3號的 這個 有序會的這個 成立大會 這樣子 那 這個議題 重新 再被點燃 當然可能 一次的討論還不夠 我們也 可能也需要 後續的 關注 那 不過 剛才看了一下那個 林子文老師的那個 報告 還有那個 林木欣他們當時那個 風險社會管理中心 曾經做了一些統計調查 整個的社會氛圍 其實 針對這個電價的提升 或者是針對能源稅 不一定那麼排斥 因為我們其實看到了 現在這個 這個 PM 2.5 啊 的這個意識已經 那個 是在五年前 十年前大家沒有辦法想像的 可是大家現在已經知道了 這個 大家這個面對空污真的是很沮喪 然後 何能和非量這個事情又無解 也許如果有做一點事情 然後能夠 呃 繳一點稅 然後能夠改善這個環境 說不定是一個新的solution 所以環境是不是真的那麼不可行 也可能要看一看社會共識 跟有更多的討論 那 今天就非常謝謝大家 那 未來相關的議題也期盼大家一起的支持 那我們今天的會議就到這裡 謝謝 謝謝 開賽你們會來嗎 去會 去開月 會來吧 好 謝謝 謝謝